台大新冊中心公布今年國中基冊 各科答對題數與兩尺分數對照表 考生如果五科各錯一題 總共會被扣十分 而其中數學只要錯一題就扣三分 數學成為決勝關鍵 由於今年應是考生減少到二十二萬多人 再扣掉免是錄取的四萬多名考生 各PR值的累計人數 將從過去的三千多人減到兩千多人 世大新冊中心預估 要申請上建中美女的名校PR值九十八也有希望 維持中間偏譯的命題原則 一百零一年國中基冊五科通過率 在六成五到七成之間 不過今年考生在國文數學和自然的整體表現 比往年來得好 國文科的部分是比過去大概平均多達對一題 那數學科跟自然科的話 也大概都是平均多達對一題 今年的國文英文和社會錯一題各扣兩分 自然錯一題一分數學錯一題扣三分數學 恐將成為學生志願錄取的關鍵 此外今年應是考生減少到二十二萬多人 扣掉免是錄取的四萬多名考生 新色中心預估過去PR九九才能進入的明星高中 今年PR九八就有機會 而補教老師認為要進建中北英女至少四百分 提醒現在公布的答對題數不包括寫作測驗 考生在二十號拿到成績單 比對累積人數對照表以及九十九年學校的 錄取分數之後再來評估落點會更準確 G90小惠沈志明台北報導